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可能你住在香港 有些事情對香港很麻木 都是這樣而已,沒什麼特別 但是原來在旅客眼中 原來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近期剛才說完 有位女網紅來到香港 覺得原來香港真是這麼貴 你沒錢就不會來,真是來不及 有人說香港一向都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習以為常 但近期也有內地女生 可能去完香港之後 她發文表示原來香港有六大怪點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有什麼六大怪點 在他們眼中 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怪的呢? 說到 有一件事 網民說 不要,不要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真的 他們都受不了 究竟是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相信有些事情 你覺得怪的 我覺得不怪 可能就是關乎我們 習慣了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但原來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所以有時候有人說 出外見識是一件好事 但又反過來 可能你們是這樣 我們是這樣 原來我們的感是好過你們的感 又可以互相參考一下 有位內地女生 我猜應該是內地女生 用小紅書 她說 有人到了香港 總結香港有六大怪 這是她的題目 講述她香港生活的印象 她說 真實的香港 究竟有什麼怪呢? 正所謂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 是不是真的阿婆走得快呢? 我們一起看看究竟是什麼 第一件事 她覺得很奇怪 香港人 人人都背背囊出街 人人嗎? 不是阿 神經病 內地也有很多人背背囊 關什麼事阿 這樣也怪? 你香港人何況不是每個人都背背囊 不過背背囊就是方便 不用一抽二抽 有些背囊都放在背囊上 背著手 玩著手袋 你知道香港人多擠迫 乘車又迫夾 你又是扶手 她覺得很奇怪 她說無論男女老少 她說 每個人都背著背囊 裡面放了什麼 遮瑕 水 可能還有充電器 毛巾 你老有亂 老人家一行山 可能背著水 背著遮瑕 帶著毛巾 這樣 拿著手袋很不方便 背著手袋會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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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著手袋會舒服 背著手袋會滑低 女士是快裝品 小朋友是書包 這些都是必然的 好了 她覺得怪 內地也是這樣 神經病 可能有人覺得不是 背著背著背著 有些人喜歡 不舒服 以及不健康 這個說健康 香港人很其中一樣 幾樣東西 背囊有些是防盜背囊 說到戒就戒不開 拉鏈收得好 有些說到 兩邊的肩膀受力 腰骨不會歪 因為揹單邊的肩膀很容易 揹到其他一邊的肩膀 高低肩膀 而且單邊的肩膀不可以揹得太重 你揹得太重 你的肩膀很辛苦 你的邪方肌很彈 所以背囊也是一個方便 也可以揹得多一點東西 沒有的 這是你的生活習慣 不然外國也有很多人揹背囊 對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很喜歡拖手走路 是嗎? 又是 無論香港情侶 夫妻 老少 走出街 都很喜歡手拖手走路 有些閨密也是 男人很少男人 你傻了嗎? 男人通常一邊說話 手沒觸動 很厲害 但如果你閨密 或者拍拖的你 或者夫妻的你 要不然就揹著 要不然就手牽手 那就好事了 不好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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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的 不是的 你內地那些 有時候看到那些男人 那些可能 北方的那些 走街 都是 那些男人 大爺 那樣 老婆 或者女朋友 在旁邊跟著 亦都可以看到 那個 仲男輕女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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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姿態 一齊手 手拖手 大家 同一個水平 亦都可以 在這裏 看得到 在不同的地方 人 男與女 那個地位 是不是 現在顯示到 平等 一樣 亦都 另一件事 雙親雙愛 看得到 愛在裏面 可能 你不說 我又不覺得 這件事 有些是會的 很多都會 通常都是 拖著我 為什麼不拖著我 是這樣的 不過人們就說 你這樣拖法 阿紮 那條街已經窄 那倒是 有時候有些 你明知撞的 你還是不甩手 你幹嘛鬼 你橫行那些牆 這些也是 衰格的 你拖著都可以 擺不同模式 有 左右兩個 前後兩個 你會變的 通常都是 一遇到窄的 男生先走 然後開路 左手拖著女生 在前面 開路開路 拖著女生走 這是什麼 女友視覺 男友視覺 真的 好了 第三件事 冷氣開得很大 我自己覺得 一點點 一點點 地方 這位內地女就說 香港的地鐵 公共交通工具 的士商場 公共場所 冷氣永遠開得特別大 感覺很冷 商場就可能會 有些商場真的冷得像雪櫃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說公共交通工具 未必是 尤其是人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好像 現在因為他走 這個叫做 中央 中央 那個叫做 溫度調節 你搭巴士 已經被人投訴過 經常都說 上層沒有冷氣的 沒有的 他自動的 不能說我較冷 冷 他自動是走 冷 這麼厲害 人少一點 你會覺得 車冷一點 人多一點 你會覺得 車熱一點 但是 你問我是不是真的特別冷 不是 我覺得不是 就算你現在 內地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 可能都是這麼冷 我自己 因為你外面真的實在太熱了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的日子 三十幾度 你個個曬得像炭頭一樣 然後一天進去商場過冷河 很多都是這樣 一說 好熱了 進去商場過冷河 好容易病 好容易病 都是的 好了 那就說 下雨天 好少人 會穿拖鞋 基本上 每個人穿拖鞋 下雨天 女士穿水箱 男士 你看他做什麼 我自己有個習慣 很不喜歡穿拖鞋 外出很不喜歡穿拖鞋 其中一件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容易被人踩腳趾 很痛 尤其是下雨天 有些人覺得有些潔癡 骯髒 害怕骯髒 腳花又要洗腳 你穿鞋 那些鞋 有些人會防水 這樣就滑了 而且很容易滑死你 穿拖鞋 踢拖到街上 很滑的 有些地上游積 有些人平鵬鞋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怕被人踩腳趾 被人滑倒 一人多擠迫 有些人不小心 可能大家在等燈位 前面那個不小心 退後一步 一踩路 真的暈倒 暈倒一會 人們走路也是 有些人不理會 有些人走路 真的會流淚 第五件事 他覺得香港人走路很快 這件事不向 出了名的 香港人 生活節奏很急速 很趕的 每個人都火灼鬼 走慢兩步都怕吃虧 好像前面有金汁 這件事跟生活真的有關係 無論你現在去了玩也好 你去了旅遊也好 甚至乎你在內地逛街也是 你可以看到的 香港人走路是特別快的 不知道要趕什麼 其實 你問心一句 你可能大家在香港不覺得 你只要離開香港 你就發現自己走路有多快 整件事很突压 你回到內地看看 人家走商場 內地人走商場 很柔軟 慢慢一邊走一邊看 留意周邊的東西 可能會聊天 很舒服 但香港人不是 舉例我要去你的站 然後就像打機做任務 按兩倍快速 遠這路才會 一定要快點去到那地方 講效率 有人可能覺得時間很寬貴 各樣各樣 但其實我覺得都不關 是習慣 從小都被教導大 走快點 做什麼 怎麼站在那 被媽媽罵 然後在街上 每個人走那麼快 你一走得慢 被人接你 走得這麼慢 烏龜 左流左勢 香港人是這樣的 這種人不懂慢活 所以有些人的精神壓力很大 生活節奏 經常說急速 呼吸不到氣 人們都被人壓迫 呼吸不到氣 你都不懂慢活 我自己出街都會有這個情況 你可能真的逛街 你打算去看看 走路好像 我也有時候在想 為什麼走那麼快 我試過去旅行 總之不是在香港 走商場 那種走馬漢化法 我自己有時候 突然覺得 為什麼走得這麼快 我不是很趕時間嗎 又不是 我去看東西 我來欣賞別人的東西 我有時候真的會突然自己 走慢一點 黑葉 教慢步伐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另外 香港走路很快 說話很小聲 不一定是 一些些人說話小聲 你香港人喊起膠上來 整個喇叭這麼大聲 有時候說電話 又好像比喇叭更大聲 一些些人 其實現在 很多人偏向說話小聲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可能被人說得多 香港人說話好像吵架 都會不會大聲 而且你會很突厚的 無端端說話大聲 你的環境也好 乘車也好 你很安靜 全車人聽到你說話 你會覺得很刮 有些人會面紅 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是 尤其是無論出街也好 可能在吃飯的地方也好 很吵的地方也好 我要大聲一點點說話 我寧願控制 可能我跟朋友說話 控制了一點點 還要掩住嘴 現在好像有些球員 說話要遮住嘴 怕被人看到我說什麼 那些音量散開 怕自己很興奮 嚇到人 嚇到人 其實很多人都在改善 對於這個聲浪也是 但是你一出到外國 依然打回圓形 大家都是 依然很興奮 好 第六件事 就說香港人特別喜歡綠葉菜 綠葉菜 他又說 青草 可能白菜 白菜仔 生菜 類似 可能吃菜 還喜歡特別吃白切雞 骨頭帶一種血 蒸魚 飲食也特別健康 清淡 少油 少鹽 這也是 是的 香港人很注重健康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人家富貴開始之後 大家對於飲食那種要求 其實是高了很多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你出去吃飯 出去其他地方吃飯 甚至乎 你是受不了 你的腸胃 就算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習慣了 可能真的比較少油 少糖少鹽的飲食 是自己做的 因為自己吃得自己煮的東西多 我一出街吃飯 好容易磨 對 無論吃什麼菜都好 是比較敏感而餓 可能它的油份比較高 但是 你說香港的油份比較高嗎 你又拍不拍得住其他地方 外面更多 鹽分多 鹹多 日本食物很鹹 你吃的居酒屋的食物很鹹 內地也是重味重油 所以對一些人來講 你吃開一些比較重口味的人士 甚至乎很多內地人來香港吃東西 他們是不習慣的 因為原來 香港人吃東西真的很清淡 你們是不知道的 就算你在餐廳吃 都是很輕熟 我自己覺得很輕熟 因為你只要鹹一點點 那些人就會投訴 你吃吧 這麼鹹 想吃死我 你自己嘗一塊 鹹到這樣 即是重手了 油多 香港 以我所知 都是比較少樂師傅 味精 通常用鹽 你看到外面餐廳 通常用那些 如果大排湯 後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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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糖 開鹽 煮湯 通常用原材料 煮出味道 甚至乎有些地方用高湯 很少 但外國的不是 即使是內地的 蒸什麼蒸 濃湯 類似的 全部都是放 味粉 未蒸 全部都是放 很多都是 要調出鼻子很濃烈 令人覺得很好吃 好像吃上癮 所以 香港又不同了 有人覺得 因為香港這麼注重飲食 全球人均 壽命最長的城市之一 有人覺得 冷氣是很大的 這東西絕對認同我 有人說 其實 因為冷氣 如果不夠 調得暖 會有一陣噴味 也是 冷氣不經常洗 隔塵網 隨便洗 當然是一陣噴味 香港又這麼濕的地方 一落雨天 回南天 濕氣很濕 淚格 全部都生了 一開冷氣 那陣 真的暈得一陣 也有人說 其實 一個背包裡面 有很多東西 除了我說的水瓶遮之外 有些人消毒酒精 白花油 化妝袋 濕紙巾 眼光紙巾 耳機 軟糖 等等 很多 古靈精怪 尤其是 如果你天天背著 同一個背包上班 裡面好像很多法寶 越擺越多東西 好像叮噹的百寶袋 不知道你的背包買什麼 我們是習慣了 方便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你覺得怪不怪 我覺得不是很怪 下次再說 拜拜